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区感染 不过以吉隆坡南湖镇综合车站为例 每天的流动量高达5万5千人次 车站管理层不敢掉以轻心 主动采取措施阻止病毒扩散 管理层从2月初开始 每个月增加1万令吉开支预算 添购防疫用品 同时加强日常清洁 积极防疫 新冠病毒可以通过人与人的接触传播 因此保持个人卫生 勤洗手 维持环境清洁 更是预防病毒传播的措施之一 作为国内主要交通输入的南湖镇综合车站 从2月起实行一系列的地方措施 不过目前暂时不包括对每位乘客进行体温检测 我们还没有设设设设设设设计 因为我们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因为我们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但是从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但是从旅客进行体温检测 虽然暂时没有设置体温检测 但是车站内的其他防范措施都一应俱全 包括在柜台准备洗手液 规定员工必须戴口罩 并且早晚两次就室内设施进行两轮消毒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我国 目前情况受到控制 卫生部也对民众进行大量的教育宣导 不过在人头喘动的车站 只有小部分的民众戴上口罩 一些较为谨慎的乘客受访时表示 虽然对目前的情况不感到担心 但预防剩余治疗 一切还是小心为妙 其实是没有人担心 因为还不多 就在人多地方尽量戴口罩 多用一点消毒液 然后多洗手 然后如果动到其他东西 就不要动到眼睛 不要动嘴巴鼻子 有那些器官 我常常穿衣服 特别是在宽散的地方 尤其是在宽散的地方 尤其是在宽散的地方 还有我常常有手洗净 在我的袋里 所以当我遇到任何东西 我会常常洗净 我的手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至今一个半月 已经在中国境内外 夺走将近1400条人命 形势不容小觑 防控疫情人人有责 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大众之余 民众也必须提高警觉 加强防护和卫生意识 才能把感染病毒的风险降到最低 马金社电视 李于晴采访报道